因此溥仪只能婉拒吉刚安直的提议 然后秘密地派人回北京 寻找合适的满足女子准备迎娶入宫 但是这件事情却被溥仪的访日之行 搅乱了最初的计划 1935年溥仪应邀访日 在访日期间 日本媒体大肆宣扬溥仪 即将迎娶日本女人的消息 这让溥仪十分懊恶 但此事他却只能感悟不感言 溥仪只能取消娶妻的计划 一直拖延 日本人见溥仪坚持不娶日本女人 便想到了溥仪的弟弟 溥仪 后来吉刚安直干脆直接告诉溥仪 关东军有意让溥仪迎娶一位日本新娘 溥仪得知此事 只能不至可否的 安抚吉刚安直 依照溥仪对自己身份和性命的重视 他是坚决不会同意溥仪迎娶日本新娘的 为此双方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拉锯战 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 却让溥仪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退让 溥仪的亲家 时任为满新安省省长林生 被关东军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 事后人们得知 林生是因为不满关东军的跋扈 当众驳斥了他们 才遭到了报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